有些时候,一些人无法外出打工 出卖劳动力、心血、汗水、时间来获取主动收入 就如当因年老体衰、残疾体弱、重病缠身 需要全职照顾几个孩子 因疫情等原因无法外出工作时 若有足够的银行存款能带来源源不断的税后收入、利息 靠利息就能生活 这时能给人带来莫大的安全感 但是究竟需要存下多少存款才能靠吃利息生活呢? 内行人表示,这是因人而异的 有人只需要存40万即可 而有些人,起码也得105万才行 有人则更高 究竟怎么一回事呢? 往下看 不同人的生活开销或许大有不同 根据官方数据 去年中国居民中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30307元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5916元 而根据2021年中国统计年间 我们也能知道一些地区的居民消费情况 如图,可知前年中国上海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42536.3元 北京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38903.3元 可以以此为例进行计算 看看有多少存款产生的利息 才能覆盖这些开销的数值 当下存款利率下行 如今再想找到5%以上的银行定期存款 或者大额存单 基本是寻不到的 有时候储户还能找到利率上限在5%以上的结构性存款 不过其保本不保息 并不稳妥 储户若想要获得稳稳的利息收入 如今只要好好找 还是能够找到4%利率的定期存款 或者是4.05%利率的大额存单的 不过均需要存5年才行 且基本要去一些中小银行巡 15916除以4.05%等于392988元 在40万左右 所以一个农村居民若一年消费支出 在15916元左右 只需将40万元存款 存入4.05%利率的大额存单中 即可靠存款利息覆盖生活开销 一个上海或者北京的居民 如果一年消费支出 在42,536.3元左右 需要有105万闲置5年以上的资金 存在银行中吃利息 并寻到4.05%利率的存款 才能靠利息覆盖开销 但40万和105万能闲置5年以上的存款 又意味着什么呢? 根据官方数据 中国居民的人均存款数仅为7万多 而存款数在50万以上的人 只有少数人 所以 对于中国多数人来说 很难实现靠银行存款利息覆盖生活开销的目标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 在疫情起伏反复的如今 靠被动收入过活的目标 还是很值得追求的 储户可以通过开源节流提高存款数 或者是进行合理的资产配置提高资金平均收益率的方式 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 可将多数资金存在银行存款中保本 对于零钱和部分短期资金可以存在余额保中 对于不确定闲置时间的长期资金 可以存在储蓄国债或者可转让大额存单中 兼顾收益率和流动性 为了跑赢通胀 不让资金越存购买力越低 对于小部分资金选择稳妥且符合大势的方式进行增值 也是很有必要的 就如这两年 中国外贸行业在国家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的保家护航之下 不仅没有因为疫情而一蹶不振 反倒实现了十几连涨的好成绩 今年一季度 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0.7% 成绩显著 日前 国家再出一揽子行之有效的稳外贸政策举措 助力中国外贸平稳健康发展 大可借助一些成熟外贸经济平台 如代销共享政策倾斜和行业红利 稳想12%的利润折合年化 却只需要30天周期 其基于食物交易 可是可感 没有流动性风险 且符合电商法 少量配置就能让你稳稳跑赢通胀 大大降低经济压力 60岁退休夫妇 在银行存150万大额存单 可以依靠利息养老吗 中国养老政策一直备受瞩目 而中国养老方式也比较多样化 将钱存在银行赚取利息 依靠利息养老也是养老方式中的一种 那么60岁退休夫妇 在银行存入150万大额存单 可以依靠利息养老吗 目前 中国银行存款利率 随着社会经济的影响呈下滑趋势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国有银行大额存单利率为3.25% 而股份制银行的大额存单利率为3.35% 根据不过国人的存款习惯来区分 看重资金安全性的人 选择国有银行 每年到手的利息为48,750元 每月到手利息为4,062.5元 想要利率高一点的选择股份制银行 每年到手的利息为50,250元 每月到手的利息为4,187.5元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一些中小型银行的大额存单利率 能够达到4.05%的利率 不过该利率存款年限为5年 那么按照这个利率来计算 每年到手的利息为60,750元 每月到手利息为50,062.5元 根据相关部门统计的 2022年第一季度的消费支出来看 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6,393元 与去年相比较增长了6.9%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为7,924元 与同期比较增长5.7%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4,388元 与同期比较增长8.6% 如果在城镇养老 那么每月需要花费7,924元 按照五年期的大额存单 每月到手50,062.5元的利息来看 是无法满足养老生活的 那么按照农村每月花费4,388元来计算 存五年期的大额存单的利息 是足够每月的生活开销的 根据以上内容得出结论 目前各大银行利率一直下调 目前还没有上涨趋势 能够找到利率为4%的存款产品 除了中小银行 国有银行基本没有利率为4%的存款项目 除此之外 目前中国物价也在不断上涨 每年的人均消费水平呈上涨趋势 银行利率与物价上涨不成正比 那么想要未来一直依靠银行存款利率 养老的是不太现实的 就目前眼前的状况来看 将钱存放在银行只能够保证资金的安全性 想要保障资金的购买力还是差了一大截 那么寻找新的增值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中国外贸行业的发展如日中天 在国家相关政策不断加持下 外贸行业得到迅速发展 在此基础上涌现出 以共同富裕为理念的新模式如代销 借助新零售模式带动自身的运营能力和效率的高速提升 在线下实体店的基础上 依托互联网的发达 实现国人共享商品利润分成 30天期限获取1%的利润分成 配置少量资金 为国人稳稳增值 总之 按照目前国家快速发展 在未来的日子中物价还会不断地增长 如果在未来的日子中 银行利率还是停滞不前 那么依靠银行存款带来的利息 终归是不够生活开销的 寻找财富增值的新方向还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请记得按赞、分享 以及点击小铃铛 谢谢你的支持